行了 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在北京很难找着工作 租了个地下室 生活还挺结局的 简单说吧 在那个时候 我爱上了一个女孩 她不漂亮 但是很青春很可爱 她那个时候 经常来找我 因为说教经常来帮我 因为她家里条件特别好 我特别抵触她这样的纠结 惹得她还挺不高兴的 有的时候呢 送她回家 送她回学校 我们一走就是很长很长的路 我走路的功夫 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再后来 有一次她 在我那儿待得很晚 她说 要回去我是要送她 她坚持不肯 她要一个人打车走 后来就 出医院了吗 后来她家里的人 来找我闹 说是因为 我让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女儿 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爸妈那时候的心情 所以什么都没说 一直把这事扛到现在 再后来我就认识雷大哥 帮我做生意 再后来就是陈家 陈家知道我的事 一直在帮我 我也算找到一个可以说话 可以理解我的人 人嘛 是吧 总得学会什么叫做 蠢图堡 再后来 我认识了你 你喜欢我什么呀 你喜欢我什么呀 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吧 有时候不需要理由 算是一种 内心情感的激发 或者叫做 糊涂的爱 你还给我吧你就死了 说实话那时候我真的 想到会要死 大猪王 以后这事不许再提了 放心吧 现在不会了 我就要让想想而已 哎 赶紧吃啊 喊了半天了 要吃那笔记肠味 对呀 都忘了 闻什么闻呀 没下毒 好像有点馊 嗯 吃不吃啊 你要是不想吃呢 就吃别的 吃面 你要这么惯我 以后谁还敢要我呀 这正是我想的呀 那我还不能让你得逞 行行行行 我得改了我这任性的毛病 别别 那还是别改了 我就喜欢你任性的毛病 哈哈 给你吃 吃完了再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啊 又隐射的套 不是我说的那种游戏 是真的游戏 就是那个 XBOX的游戏 那都小孩玩的 不懂了吧 这玩游戏 跟喝酒是一个道理 心情不好的时候玩游戏 能让你放松跟解压 不 你是怕输给我不敢玩吧 谁怕输给你 我什么时候输过呀 玩就玩 嗯 那来呗 来 输了就 待会儿把这池都蹲了 怎么办 不再搞乱的 我来给他乱 滴给我第一 我身第一 不会吧 十五零 开我手了 我还带着脏车 再来一次呗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你看 破坡了 抓 你抓 是不是啊 你在干嘛呢 看到吗 你看 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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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